南方澳漁市領方也望去空空盪大 不過受到昨天上午這一個 跨港大橋倒塌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因為 船隻沒有辦法出航 所以有一些這個漁市場的攤商 乾脆就不營業了 都沒有生意了 對 我們的船怎麼樣 我們都沒有出港 但即便是漁獲來源來自外地 也遇到了問題 因為斷橋事件 遊客來得很少 一定有運用 我一定會想不到 一定有運用 普通的運用多大 蠻大的 而且食物鏈 主要是 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真的沒有處理 外圍會開銷 生息會很大 卸貨的船家五根手指數得出 對比先前每天開市 於是熱鬧卸貨喊價場景 實在天差地遠 橋斷了 漁船無法出海 斷橋令類受災戶 是高達近600艘的船家 不知如何是好 此外除了當地漁民 寒苦的還有當地海鮮餐廳 都快中午了 原本這時 老早準備迎接客人 但餐廳裡現在是空空蕩蕩 昨天的生意有受到漁港嗎 有 有比較差嗎 有差 有差多少 差多少 差幾乘 差一半有 現在有從別的地方去釣魚沫嗎 對啊 從哪邊呢 伊龍那邊啊 店家表示目前是鬼頭刀盛產 漁船無法順利出港 一天下來損失難以估算 只盼斷橋後續清理 速度能再加快 接著李一山 陳宇璇 严峻宇 SN小組 一大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